彼得后书 彼得后书第一章 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 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 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 愿恩惠平安 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 多多地加给你们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 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正因这缘故 你们要分外的殷勤 有了信心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 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 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 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 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 人若没有这几样 就是眼瞎 只看见近处的 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 所以弟兄们 应当更加殷勤 使你们所蒙的恩赵和拣选坚定不已 你们若行这几样 就永不失脚 这样 必叫你们疯疯复复地 得以进入我们主 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 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兼顾 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 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 激发你们 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 快到了 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 并且我要尽心竭力 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 时常纪念这些事 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 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 并不是随从 乖巧捏造的虚言 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容 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 从极大荣光之中 有声音出来 向他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 亲自听见这声音 从天上出来 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 如同灯照在暗处 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 只等到天发亮 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 才是好的 第一要紧的 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 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 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仁义的 那是人被圣灵感动 说出神的话来 彼得后书第二章 从前在百姓中 有假先知起来 将来在你们中间 也必有假师父 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 连买他们的主 他们也不承认 自取素素的灭亡 将有许多人 随从他们谐淫的行为 便叫真道 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 他们应有贪心 要用捏造的言语 在你们身上取令 他们的刑罚 自古以来并不迟延 他们的灭亡 也必速速来到 就是天使犯了罪 神也没有宽容 曾把他们丢在地狱 交在黑暗坑中 等候审判 神也没有宽容 上古的世代 曾叫洪水 临到那不敬前的世代 却保护了传义道的 挪亚一家八口 又判定 索多玛 俄摩拉将二城 亲父 焚烧成灰 作为后世 不敬前人的见解 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 隐形忧伤的义人 罗德 因为那义人 住在他们中间 看见听见 他们不法的事 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 主知道 搭救敬前的人脱离试探 把不义的人 留在刑罚之下 等候审判的日子 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 轻慢主治之人的 更是如此 他们胆大任性 毁谤在尊位的 也不知惧怕 就是天使 虽然力量全能更大 还不用毁谤的话 在主面前告他们 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 生来就是畜类 已被捉拿宰杀的 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 正在败坏人的时候 自己必遭遇败坏 行的不义 就得了不义的功架 这些人喜爱白昼艳乐 他们已被玷污 又有瑕疵 正与你们一同作息 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 他们满眼是银色 止不住犯罪 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 心中习惯了贪婪 正是被咒诅的种类 他们离弃正路 就走岔了 随从比尔之子 巴兰的路 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功架的先知 他却为自己的过犯 受了责备 那不能说话的驴 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 这些人是无水的井 是狂风吹逼的雾气 有漠黑的幽暗 为他们存留 他们说虚妄精夸的大话 用肉身的情欲和谐淫的事 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忘形的人 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 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 因为人被谁制服 就是谁的奴仆 倘若他们应认识主 救主耶稣基督 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 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 他们末后的景况 就比先前更不好了 他们晓得一路 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生命 倒不如不晓得为妙 俗语说得真不错 狗所吐的 他转过来又吃 猪洗净了 又回到泥里去滚 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 彼得后书第三章 亲爱的弟兄啊 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 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 激发你们诚实的心 叫你们纪念圣仙之 御仙所说的话 和主救主的命令 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 第一要紧的 该知道在末世 必有好计竅的人 随从自己的私欲 出来计竅说 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 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 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 仍是一样 他们故意忘记 从太古 凭神的命有了天 并从水而出 借水而成的地 故此 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 但现在的天地 还是凭着那命存留 直流到不尽钱之人 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 用火焚烧 亲爱的弟兄啊 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单言 其实不是单言 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但主的日子 要像贼来道一样 那日 天必大有响声废去 有形智的都要被烈火消化 地和旗上的雾 都要烧尽了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 你们为人 该当怎样圣洁 怎样敬钱 窃窃仰望神的日子来到 在那日 天被火烧就消化了 有形智的都要被烈火融化 但我们照他的应许 盼望新天新地 有意居在其中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既盼望这些事 就当殷勤 使自己没有玷污 无可指摘 安然建筑 并且要以我主 长久忍耐 为得救的应由 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 保罗 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 写了信给你们 他一切的信上 也都是想论这事 信中有些难明白的 那无学问 不坚固的人强解 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 就自取沉沦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 就当防备 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 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 你们却要在我们主 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和知识上有长进 愿荣耀归给他 从今直到永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